通常一想到要主动找邻居交流 难免会感到一点紧张 但关键是应该认识到 唯有如此 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所以主动迈出第一步非常重要 要知道一旦这样做了 事情就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 所谓的第一步就是敲响对方的家门 或将字条放入对方的心箱中 也许这样会让你感到不安 当然这一步就是要让你感到不安 但不要忘记自己还有问题需要解决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主动和邻居交流时 应当记住这一点 如果去和邻居交流令你感到拘束 有几种方法可供选择 你可以带上家人或朋友一同登门拜访 如果这有助于缓解你的焦虑 倒不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倘若这种方法不可行 也可以写张纸条向对方解释 事情的来龙去脉 以消除当面交流的拘束感 假如邻居令你感到拘谨 你可以选择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与对方交谈 当然这个人也应当让对方感到舒服 对于令你感到害怕或畏惧的邻居 你可以将谈话或调解安排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场所 例如争端解决中心 调解中心或类似地点 并找调解员参加 这种场合有助于增强彼此间的安全感 如果对方令你感到非常害怕 那么不要尝试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单独和对方会谈 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难以相处的人 因此需要提供自身技能才能应对各种情况 其中也包括主动与邻居交谈 栅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弄清楚问题的所在 明确自己希望对方怎么做或提供什么 人们之所以难以相处可能源于各种原因 这可能是语言的障碍 也可能是对方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有成见 或者他们与其他的邻居之间也存在某些问题 所以你应当尽量以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